我记不得是哪部戏了 其实就是台阳演那个 就是那个正常人受了刺激以后的那种 就有点那种游离的那种 他演那一类角色 就你都觉得他是真从那医院出来的感觉 但是台阳确实 我觉得台阳在创作人物的时候 尤其是那种很难演的人物 对对 就是那种 就是我们你看我们一般 我们演那种好演的人物比较还行 你要让我演他要去演的那种太难了 很难拿你也很难去演的那种 他都演得特别好 台阳给我的印象就是 特会演那种一般人演不了的角色 对对对 那个时候 你看《青雄弱地》里面 他的那个角色太好了 我想知道当时 这个萨尔纳算是你们班的美女吧 蒙古来的美女 对对对 性格就这么豪爽吧 她是那个比较活泼 她比较平稳 我一直觉得她这四年 她的印象呢 她都是她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开了一个班会第一次 我见她的时候就是 她嘴角带着微笑 带着微笑 然后那个就是风尘扑扑的 就是感觉草原的风就给她刮了 哎呀 这都是你提供的照片的 还养了 有有有 妈呀 就是你啊 对 好美啊 嗯 你看 真的是 那个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大学一年级俩就谈恋爱了 没有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 照这个照片的时候还没有 你看 她我们刚来的时候吧 我们那会儿就觉得 莎莎娜有点那头发黑黑的 然后特别黑 有点三口百会那个劲儿 对 这张照片好像三口百会啊 对 那个时候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她俩谈恋爱的呀 一年级下半期 二年级 你还早换床单呢 不只是她 你想想 她 床单都能换的都不是 你知道他们那个宿舍里面 男孩子都特别当乎乎的 也不怎么洗啊弄啊 我就经常就给他换一个床单啊 换个被罩啊 这个 你看那吃饭们那个劲儿 老萨 老萨那个就是 还不是完全换床单的 老萨那会儿就 他那会儿就会做个粥啊 包个汤啊什么的 然后他爸今儿吃不好啊 然后他就把这吃饭 他来了 我的妈呀 盖上盖 那你没少蹭饭吧 我估计 哎呦 我跟你说 那个王老师可惨了 我就是闷闷闷 人家没吃过 就广给他老公吃 你说人家 没有啊 没有 少啊 东西 就东西少 就只能给 给该给吃 不是 沙尔那老师 咱家不是条件挺好的吗 我记得咱俩 咱俩都不错呀 人家两个的那个 爱情谈恋爱呢 然后拿小锅 你说我吃 那不合适 就你不好意思 哎 要是我 我管他呢 我就先制了 对 是你那种人 要是我 我也吃 我管他呢 他俩谈恋爱 秀恩爱 我还不能 吃点狗粮啊 没有 那会儿 没太好意思 然后就这 哎 你看 你们羡慕人家吗 啊 樊老师 你们羡慕人家吗 当时 挺羡慕啊 挺羡慕啊 因为沙尔那 他就是 那么年轻 他反正是 一直到现在 他就特别懂得 照顾别人 他老去照顾别人 啊